身体缺甲了 会出现这四个明显的表现 建议吃这四种食物补充 身体中有一个重要的元素叫做甲 如果甲缺乏了就容易出现下面这四个症状 因为甲对身经肌肉系统非常重要 所以缺甲之后会感觉四肢拔木 身体乏力不想动 重的会表现肌无力 甚至软瘫的症状 轻一点的可以靠服着东西勉强站立 胶中的患者往往坐下或者蹲下后站不起来 不能站立行走 缺甲很容易影响到心血管系统 轻的出现向心度过速 躁搏这些问题 重的可能会影响心率 出现防颤 食颤 甚至出现心脏骤停的问题 缺甲有可能会影响到消化系统 使肠蠕动减慢 轻度缺甲只有食欲缺乏 辅胀 恶心 便秘 严重缺甲者可引起麻痹性肠肛组 另外缺甲还容易影响到精神状态 可能会出现弹幕 抑郁 烦躁一系列表现 如果说你出现了上述四个症状 尤其是 已经出现了心脏四肢的一系列表现 一定空腹去抽血查一查血甲 看看有没有血甲过低的问题 正常来说 饮食含钾都比较丰富 所以食补是非常重要的 下面四种食物都是可以帮助我们补充的 首先就是坚果 每100克坚果含钾量大约有500毫克左右 我们每天抓上一小把坚果就能补充非常多的钾 其次是香蕉 每100克香蕉里面大约还有280毫克的钾 一天吃上一两只香蕉就足够了 还有就是蔬菜 蔬菜含钾量是非常可观的 尤其是深绿色的蔬菜 如菠菜 油菜 甘蓝 蜗菊 它们含钾量都比较高 最后就是豆类了 大部分豆类的含钾量也是比较高的 因为这些食物都可以多吃点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